下一位施智山學會的吳建華師匠 是 麻煩 各位 今次我們施智山學會走出來 是要幫全港390多萬的女士發聲 因為法定冷靜期根本就是原居民的丁權思維 是看不起全港的女性 法定冷靜期主要針對兩種服務業 就是美容業和健身業 這兩種行業邊類性別的客人最多 就是女人 可見在官員的心目中 是認為香港的女人始終都是被男人弱 什麼都不懂 連怎樣去保護自己的財產都不懂 所以才要設一個保護網去額外保護他們 還有 為什麼現在香港的美容業和健身業這麼輕旺 要出盡辦法去惹客 以前是不是這樣 就是因為每一天 有150人可以用家庭團聚的理由來香港 搞到香港的女士要付錢去整美一點 去吸引異性和困住自己的男朋友和老公 現在說要規管這兩種行業 根本就是政府一手造成 所以法定冷靜期根本就是侮辱香港女性的智慧 是女權運動的大倒退 在座其他人士如果支持立法的 同樣是看不起香港的女性 認為香港的女性一定要被保護的